鄉頂市長好選人 還有現場我們雲林的鄉親 西蘭 大家好 我們雲林館 在所謂我們委員在做館長的時代 讓農業首都這個基礎爬得不錯 但是我們很幸運 外國民黨回來之前 刷復我們雲林進步的方向 我們的雲林是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我想要贏 我想要改變我們的雲林 我們的老建國所在分 跟中央組合合作 替我們的雲林進出一項還有一項的建設 像我們的台西綠能專區 我們的布袋系中心 我們的國家級高齡醫學和社會福祉研究中心 台大醫院在虎尾分院也在擴建 要讓我們雲林的醫療條件更好 我們的雲林人的健康照顧更好 我們欠的只是一個有心的做事 肯做事情的現場 這個人就是我們的老建國 13年前 他的立委補選之戰 是我做民進黨主席的第一戰 他很有志氣的 為民進黨打贏的那一戰 逆轉了民進黨的命運 他當選之後他也是真的在拚 為了照顧我們的雲林的鄉親 讓我們的雲林好 他經常打電話去我們中央各部會 要建設計畫 要預算 我們中央的部會 如果說劉建國打電話來 大家都很怕 因為他是一個欺而不捨 一定要達到目的的人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館長 欺而不捨 替我們雲林爭取計畫 爭取預算 讓我們雲林可以進步 只要我們選對人 地方跟中央一條心 我給我們的鄉親保證 只要給他四年 我們雲林就絕對不一樣 大家說好不好 但是他四年做得好 你還要再給他四年好不好 那就更不一樣 這樣好不好 他有說就說農業生計畫 科技化 要讓我們雲林的農業 打電話 他也要用工業 來費用好的林材 創作更多好的投入 讓我們的年輕人 可以留在我們的軍人 來打名 2016年2020年 我選總統 我的雲林的得票率 都超過六成 我要感謝雲林鄉親給我支持 我們如果團結作會 我們一定會贏 這次的選舉 我要拜託我們的鄉親團結起來 不然是我們的劉建國拚 官長要贏 我們的議員 我們的鄉親使長 也要全雷達 他就更好的我們人 稍微要創造六十二天 我們每一天 我們要繼續衝 繼續拚 大家說好不好 加油 劉建國加油 雲林人加油 謝謝 謝謝 新穆林 贏未來 新穆林 贏未來 劉建國 動算 劉建國 動算 劉建國 加油 劉建國 加油